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智能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华为 当今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以席卷而来 上海这座东方明珠 正在以经济生活治理方面 全方位的数字化全年探索 为每一个人构建出 数字世界的全新途径 今天我们从城市园区 一起揭秘上海的数字支援 在上海徐汇新岸传媒港 这个智慧产业园区里 数字化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室内外混合路径导航 和全自动车牌识别无感进场 智慧停车让每一个早上便捷无忧 还有智慧充电小车一站式服务 让开新能源车的您 不再为寻找充电桩而发愁 工作闲暂之余 打开手机就可以查找到周边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数字化不仅让生活更智能 也让生活充满失忆 基于华为智慧园区数字平台 西岸传媒港智慧园区已实现 从单点智能到园区全场景智慧 同时成为全上海园区数字化转型的标杆 当然数字化给上海带来的可远远不止这些 上海也是一座创新之城 数字化让生活更美好 也更安全 银联企业服务 为中国银联旗下全资子公司 也在加速和推进智慧园区的建设 我旁边这个智能运营中心 联动智慧安防和应急指挥系统 一个简单的智能服务平台 便可以做到让整个园区状态可视 事件可控和业务可管 华为和银联在智慧网络未来方案的 共演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促进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在这样一个智慧园区里 又会拥有一个怎样的食堂呢 银联企业区的智慧餐厅 从点单结算到支付 全智能的体验一步到位 数字化的电节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在徐家会体育公园规划初期 便将低态环保这个理念 纳入了考量中 通过物联网对照明 机电暖通等设施 实施统一管理 未来保证设施处于最佳运转状态的同时 通过能效管理实现场馆的绿色节能 智能终端在普及让用户习惯 在公共场合接入WiFi进入网络 体育场馆是一个典型的高密度覆盖场所 在这个能够容纳8万人的场馆里 华为和酒市正在合作建设WiFi6 无线网络 致力于给球迷提供更极致的体验 和更良好的服务 5G高清直播自由视角观赛精彩瞬间回放 让每个热爱体育的您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数字化转型正融入上海的方方面面 经济 生活 治理 每天都在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 还有更多的场景园区 在数字化的影响下 更具有活力 更具创新 这样的上海 您心动了吗 这个墙好大呀 好大 湖南 琛州 沙州村的黄江刚刚破土 这片小小的黄江 不仅是村民每日饭菜的必备作料 也是社区电商新盛优选平台上的热门佳品 与以往的感激贩卖传统不同 今天 村民们有了AI和大数据做帮手 云端的数字仓库 早早预测书将有多少客人希望卖酱 小黄江来了 小黄江来了 这些田间的美味 又将通过哪一条路径 可以最快地送达他们的手中 从沙州村到远隔数百公里的长沙市 从田间到仓库 新盛优选的数字化后台系统 时时感知着每一份货物的位置和状态 在这里 小黄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果一起 将被安排进行初加工 封简 称重 装袋 并按门内精准分发 准备进入四通八达的快速物流网络 每一天 新盛优选平台平均处理 超过一千五百万条客户订单 不仅有蔬菜水果 肉勤水产 还有米面粮油 日用百货等等 基于全新的微服务信息架构 平台的交易 支付 供应链和中中配送等海量信息 正逐步实现线上化 产品化和智能化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简单 如今 每一件商品和订单的背后 都有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互航 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让在线购物变得更加安全和轻松 也帮助平台和商家们更好地去洞察和决策 它就像一个云端的智慧大脑 恰无声息地服务着超过八千万终端消费者 让一切美好精准如期抵达 经过了一夜的奇幻漂流 小黄江如期来到便利店 等待购买他的客户前来提货 拜拜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将无数次重复 你来了啊 对 看一下 用科技守护每一次消费体验 我们的用心温暖如初 以云园声的思维渐行云园声 新盛优选和华为云携手合作 共建面向未来的智慧电商新盛台 你看这是什么 小可爱挺丰富 今天明天都要上什么 开始导演了 必须要站着不累吗 有在其他商场见过 接触过 就是在商场啊 还有一些餐厅的门口呀 挺兴趣的 就挺好玩挺可爱的感觉 孩子呀就会跟他一起互动啊 一起跳舞啊 然后这种路况信息呀这种 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可以 看是否外边堵车 然后来订我们吃多久 然后逛多久 最近十年 我们所经历的消费方式的变化 远超过去一百年 我们的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 而数字技术 对衣食住行服务形态的改变 正在重塑新一代消费者体验 自从使用这个机器人之后呢 人工的成本呢 降低了很多 今天的顾客呢 会比人工招揽呢 也增加了很多 机器人呢 能把在门口进行服务的 那个服务人员解放出来 然后呢 让我们的员工呢 去完成一些创造性更强的 场景更复杂的工作 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速城市化进程 使服务业的用人问题越来越明显 更高经营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则是生活成本的上涨 实际上 早在2016年 三部委就联合印发了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将服务型机器人 作为劳动力补充 有效提升服务水平 降低生活成本的服务业发展方向之一 在2015年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这件事情 我认为中国也会像发达国家一样 人口红利会消失 劳动力会面临短缺 但我想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尽可能标准化的产品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 非常廉价地使用它 我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认为 服务机器人这个行业 必将是中国领先全球的一个行业 因为它首先 它是一个中国和全世界一起起跑的行业 第二就是服务机器人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集成 所以中国的硬件供应链 可以造出质量最好 价格最便宜的产品 其实研发过程当中的困难和阻碍 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于我们创业公司来说 想一下子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不停地 这种迭代和打磨自己的产品 让自己产品变得越来越好 总体来说 需要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产品尽量满足一些通用的需求 对于一些定制化的场景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快速简便的方法和工具 然后通过一个标准化和定制化的这样一个结合 去做出一个比较有用的产品 结合实际场景需求 快速迭代让机器人达到真有用之后 猎户星空机器人业务迅速增长 由于机器人广泛运用到了AI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所以猎户星空开始与华为云展开了合作 我们和华为云的合作应该主要包括两大块吧 第一块是线上服务这块部分 大的功能 也要使我们的产品质量 产品价格不断地得到用户的认可 使中国制造的服务机器人走向全世界 也使服务机器人这个行业 变成中国领先全球的行业 谢谢好 你好 是这样 李老师 我听说北京这边 有一些优秀的数字员工代表 我今天想过来说看 能不能带我去见识一下他们 好好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会有一些规律明确的操作类工作 然后我们叫鼠标点点点 其实这部分工作 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做的 我们教机器人做一遍 然后他自己就会做了 那怎么教 我们有图形界面的一个 第一代码的一个 编程的一个模式 就通过它来教机器人来做 你看现在机器人是自己在 现在是在工作状态是吧 对 这边是他后台的一个展示 你看每一行记录 其实都是我们数字员工 他们在工作 上面是数字员工的一些统计 成功啊 失败的和中断的一些状态 那那个机器人 或者说我们的数字员工 他对咱的一个业务 主要价值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自从上了这个 机器人员工呢 他会给我们释放出来 23个人我们算过 这23个人呢 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 这个是效率上 那质量上呢 其实我们普通人去 去做这种操作类的工作 会犯错的 我们统计过 大概有万分之三的一个 出错率 那数字员工不会 他们不会犯错 所以能保证质量 那咱AI这一块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使用场景呢 有啊 那我们别站着聊了 我们去咖啡厅慢慢聊 行 那老师我们走 老师 那在咱的备件领域 我们首次尝试使用这个 AI是什么业务呀 那在我们整个备件领域呢 就是那个物流 物流派送这一块 它是可以就是说 做一些事情的 物流派送呢 它是需要呢 就是说你选择 根据你客户的一个时效 来选择你是什么程序方式 你是空运还是气运 你选择的时效呢 是2D还是3D 就是两天和三天 以最低的成本 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就说 当时我们就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这一块 那咱最后的结果它怎么样呢 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用人工也在合 我们以为上了AI之后 可能会有3%到5%的一个收益 但实际上我们有取得了17%的一个收益 年收益金额大概在500万人民币左右 这个是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 那在咱跟AI的工作里面 那我们的哪个项目它收益是最大的呢 背建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背建管理服务交付的过程中 客户申请背建的时候 我们库存里要有 这是我们交付的一个目标 要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那我们就要做好计划 计划就是我们每个库存里面 库房里面放多少个背建 多少种背建 每种放多少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背建计划工作 这个背建计划工作呢 这个量级数量级是非常大的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客户的网容有多少 这个是上亿级的一个量级 那我们背建存储的整个计算过程也是千万级的 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类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只能是通过AI来合作 来寻求一个最优界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收益 那我们在AI背建计划这一块 最大的一个收益是什么呢 这个背建计划和AI合作的收益呢 是非常令网深惊的 他们降低了30%的一个存活成本 那具体的金额呢 可能是以人民币为单位的一个计算金额 这个收益是非常大的 那我就理解 就咱的一个背建的数字员工 可能就是说帮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我们人力不所及 或者说我们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的一个事情是吧 哎 又见面了 是这样啊 就是我听说我们智能仓储这边也有很多优秀的数字员工 是的 所以我今天过来也想看一下 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识一下他们 可以啊 我们引入了很多数字仓库管理员 比如说有方面负责小车调度的 告诉小车去哪里取货应该放到哪里 同样呢 我们还有负责整个作业安全的数字管理员 作业安全那边 我们同样呢还有负责物流运输调度的仓储管理员 有七八类的仓储管理员 来保证整个仓储的安全稳定高效 哎 老师那我看到呢 我们一路走了其实还蛮多这个黄色这个小车这个机器啊 他就是我们AGV的这个数字员工是吧 是的 这个AGV小车呢 我们通过数字调度员来控制这个AV小车 那正是因为我们把AI的技术应用于它 把它这种变成了数字员工 那首先你看到啊 每个小车呢 它都会有眼睛 那我们用OCR技术呢 让眼睛看到东西 同样呢 我们通过数字管理员也告诉他 他应该走什么样的线路 让我们的机器具有生命力 同样你看刚才我走到他面前 他会停 停下 就是有图像识别技术来自动避障 我们应用路线规划技术来实现最优的车辆的协同 能够使每个小车都能够高效的工作 这样的话在我们针对客户的交互满意度 和我们内部的生产力的管理效率上都有大大的提升 未来十年 数字化的重心将转向产业端 各行各业开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创新 在这个产业数字化大时代下 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始将先进技术外溢 赋能产业数字化升级 而华为云则成为了这些企业向产业融合发展的首选伙伴 目前猎户星空机器人已经在超过20个行业场景落地 超28500台机器人雇员上岗 猎户星空的业务也已经成功出海 中国的服务型机器人真正走进了全球消费者的生活中 走进一家餐厅 让一个机器人接待你 服务你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不如现在就去试一试 拉lace 照片 尽 There the choice fff 醉 曲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撤去过境时,司机会听到系统自动发出的安全预警 通过5G加V2X技术,车辆可以自动沿盘前方轰热灯的状态 以及行人穿行斑马线 提醒司机以最佳时速行驶通过交叉路口 公交车能检测到消防车等各种车辆 及时高置司机,险速避障 车头顶端装有一个智能车的单元 帮助实现公交车与控制灯以及与道路及行人交流 5G加交通正在创造人、车、路、自然协和的智能交通 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最终服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出行 这条5G公交线路是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与福州马尾区公交公司联合打造的车路协同项目 让我们看看这个项目是怎么孵化单身的 5G公交车上的T-Box就像车上的眼睛和耳朵负责接受新兴 这个设备将会在这里进行全面测试 实验室应用华为的物联网、全套核心网 加5G记账设备 开展面向物联网中端的互联胡同测试 OTA实验室为5G公交车提供信号分布测试 通过对天线信号的优化设计 能够更好地协调车与车之间的协同 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包含垂直应用实验室 华为生态认证实验室和核靠性测试实验室等 提供完善的测试与调试环境 开放实验室就合了华为在全球孵化的5G创新业务 支持本地生态伙伴孵化与探索适合本地市场的创新业务 以开放合作的姿态 拥抱5G产业生态蓬勃发展 从实验室走入智慧公交 再到关乎每个人家庭生活中的燃气水表 5G网络正在千寒百叶大展身手 在不久的未来 万物互联将成为现实 而5G也将走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 大家好 现在我来到了 位于甘肃省驾驭关市的 旧缸细沟矿山 这里的海拔3400米 罪名上空母一人 各种作业车辆来回穿梭 自动定位专载 鞋料和云术 欢欢响口一起合成 简直空谎电影中间见识了 那么客人们都去哪儿了呢 跟着我一看究竟 从建国的跨面到宿舍的办公室 阳光们可以像大游戏一样采款 这里就是5G原产操控中心 利用5G大带框 抵食盐和高可靠性 实现了作业裁创 移动设备的原产智能化控制 从而成就了 矿山材面上的品文运行 九缸细构款 自从去年不是5G以来 从本质上保护员工的安全 高度人员脱离了恶劣环境 并审舍设备分离 消除了人身安全一款 并实现智能化 高效化生产 哇 你们这边太生气了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是大概怎么操作的呢 这个跟上面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上面的操作台 搬到了下面 左边的手柄就是往前推 它是提升 这是下降 这是左转 这是右转 太有意思了 您觉得这些技术 跟您的生活和工作 带了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改变 之前在上面的时候 由于是高海拔 会比较寒冷 而且设备的噪音也比较大 现在搬到下面之后 实现了人车分离 环境整洁 不用吸入粉尘 噪音也没有之前那么大 而且对安全也很有保障 实现了办公室办公 无级原程操控是款山传业数字化 转型的一部分 九刚 细构款正在进一步实施 环境全面智慧化 新计划发展 在无级智能管控中心 网络和业务神船 一体化 实现透明神船 管理人员可以适时对环境情况 进行监督和智能表度 从哪儿最大程度的保障 环境安全高效神船 这个集装箱里面 就是无级边缘数据中心 它通过一个巷室底柜 高度去成了IC计设备 常年保稳保湿 解决了传统款厂 安装部署设备困难的问题 无级技术的海量数据 就在这里处理 这里也是九刚 细构款的指挥化 数字化转型的数字中心 我在九刚无人团队的天 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那么传统的钢铁行业 是如何拥抱无级 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呢 我们去听听九刚集团 系狗款的魏管长 和华为公司的 李令部长怎么说 通过人情分离以后呢 实现我们真正生产现场的 无人操作 实现我们本质化 安全生产建设的目的 在这个基础上 同时通过我们的 智能化的改造 必然会降低我们的 生产成本 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最终达到经济上合理 有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九刚集购矿项目呢 是华为公司和九刚集团 合作的全球首个 5G无人矿山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充分做到了 数字化的成功转型 助力客户的商业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探索出很多 先进的技术 可以用于全球的推广 以及行业内的应用 助力客户在工业互联网 山话改造 以及行业应用的 成功部署与实践 在历史上 作为东西文化的教会后 今天在九刚西国团聚 传统行业 与5G科技也融合于此 带来更加安全 更加高效地 生产作业环境 及法型价值 相信不久的将来 随着5G在全社会的普及 我们每个人将会享受到 更加美好的工作与生活 Hello everyone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ousehold appliances are also becoming smarter But how are these smart household appliances made in a smart factory? I'm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in front of the 5G smart factory of higher headquarters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amazing AI journey that these appliances go through before being shipped from the factory Let's go And here we have an employee using AR glasses Let's see what he's working on Niho 这里是5G AR手件检测环节 In the past two people were required for this task one for detection and one for taking pictures Now thanks to this technology only one person is required for the intelligent inspecti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As you can see as you can see this laser engraving machine behind me is engraving name plates without human supervision this is possible thanks to mobile edge computing which provides the abilit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Unlike before the machine can work on its own without auxiliary equipment or human interference the savings in manpower and materials are very high as well as the accuracy which is way higher than before you may think that a large amount of quality inspectors are needed for such a large scale production line next let's check this out with the QA staff of the production line Look here's one of the quality inspectors a 5G industrial camera just like the laser engraving machine the 5G industrial camera has AI analysis capabilities and can upload data to the cloud what's more amazing is that thanks to 5G technology it doesn't need any sophisticated cables so it can work more efficiently i believe you're as surprised as i am how can 5G bring even bigger change to higher in the future let's ask dr ren taolin from the higher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what commercial value can all these new technologies what technologies like 5G, AI, edge computing bring to higher the higher have developed the tens of 5G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day when we use 5G this can reduce employment time by seventy-seven percent and the detection accuracy improved by ninety-nine percent and the millions of the RMB was saved per one year and also at the end of the day how does all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working life of a higher employee 5G can reduce the work burden of the new stuff and makes it have much more insidastic during their work time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5G in household industry will not only reduce the cost but also promote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t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I'm glad to have explored with you how 5G is making the household appliance industry smarter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which industry do you think will benefit from 5G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world and now 全世界都在探索 新能源的解决方案 and now 山东 可以说是中国能源改革的先行者 and now and now and now 山东 宾州彰化 and now 这里有着全世界 单体规模最大的 余光一体项目 640万平米 86万块光伏板 看着有点像 黑客帝国里的数字矩阵 这里从前是大片的 年碱滩涂地 没有办法种植农作物 只能空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电站的水面上 铺满了光伏板 他们每天源源不断地 把绿色便利 送到千家万户 而底下的鱼塘呢 还可以用来养鱼养虾 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 非常好的利用了 闲置的土地 每一个创新的背后 都需要大量的实践 和探索作为支撑 既要在废弃的 岩碱地上 开发出清洁能源 又要对当地的生态 做出修复 这样一个魔法级的操作 是如何完成的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通微粘化项目的负责人 袁总 来为我们做出解答 通微新能源的核心理念是 光复改变世界 粘化项目通过 鱼塘改造或光复建设 形成了上口清洁发电 下口绿色养殖的鱼光一体项目 真正实现了农业与光复的高效协同发展 丹华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鱼光项目 占地约7600亩 建设容量300MW 该项目建成后25年口发电1051度 口节要标准为350万吨 减排二氧化粘约887万吨 减排二氧化粘约2.4万吨 相比其他类型光复电站 鱼光一体电站的施工难度更大 运维更艰苦 因此更加需要更稳先进的技术和智能化管理手段 通过与华为合作 使通过与华电站的发电效率更高 跟安全口号 数字化程度也更高 彰化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可以看到园区里出现了更多的水鸟 它们经常会从高空投放鸟粪 但是几十万块的光复板 一块一块地清理起来 无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采用智能IV诊断技术之后 再也不需要在大太阳底下 一个一个地去完成所有的光伏组件检测 只要在办公室吹着空调 轻松一键 就能完成远程全量检测 不管是鸟粪 还是组件引猎 热斑等常见故障都一目了然 300兆瓦的电站 25分钟就能检测完毕 这在以前可是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之前我只吃过虾 但是从来不知道养虾会这么复杂 刚刚虾弄师傅告诉我 幼虾非常娇贵 它们生活的水域 对PH值 含氧量和水的捷径程度 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一亩食堂 可以产虾65公斤 今天正好赶上成熟 让我们一起来打仗一网吧 寻找绿色能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同世间万物一样 像自然所取的同时也需要给予 余光一体对于清洁能源的实践 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探索 它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融合了华为数字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 推动能源革命 共见绿色美好未来 最近我的朋友圈被一篇文章给刷屏了 都说桂安培训中心有三好 请好 学好 体验好 杭州的培训中心已经很美了 桂安的培训中心也有重庆中的那么好吗 走 今天我们实地去探一探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人哦 李老师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你们桂安的园区可真大 没你可不行 我们脚下站的就已经是云上的园区了 一共一千八百亩 依旗面有五十万平方米 采用的是欧洲布拉格建筑风格 我们平时会有很多大牛在这里做讲座 也可以用来做开班仪式呀 领导讲话呀等等 我们现在去学习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 我还要学习啊 嗯 现在我们去上第一节课 管理培训课 这里就是我们的管理培训教室 这也太酷了吧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有电器 包括灯光 窗帘 投影 摄像头 音箱 全部都是联网的 搭载了好为自演的Hilinx系统 你可以过来试一下 好 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场景 一键切换 哇 好想要知道高科技啊 你告诉我个价 好让我死心 差不多这么多 下面就是我们技术培训课 哇 这么多台电脑 是的 我们教室里面 一共有十台一体机 全部介入好了实验环境 同学们只需要关注培训本身 不需要再准备其他的事情 而且我们还有华为自己设计研发的 华为帮工宝 超级实验 其实自来就和粉笔黑板是一模一样的 我带你看一看我们的秀室背后的东西 这里是我们技术培训的后端机房 通过机柜里的各种设备 我们可以真实地模拟出各种复杂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智慧交通啊 智慧园区啊等等 哇 这个确实挺酷的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大招 那走 野外实践 野外实践 那这些是什么呀 这里是我们6.8万平方米的室外鹰庄基地 同学们就在这里完成基站的搭建 啊 这也看起来太艰苦了吧 带你去个神秘的地方 走 贵安不只是我们的培训中心 也是华为最大的数据中心和运维中心 这里会部署超过100万台的服务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在贵州啊 因为贵州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5度 非常适合用自然条件来降温 还记得我们刚刚的瀑布吧 那个也是个黑科技 瀑布的水是连通的机房的 底部的水经过处理送到树中心 带走服气的热量 然后送到顶部 最后通过40米的落差跌落下来 完成散热 整个过程是生生不息 循环不断的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服务器在做温泉 嗯 是的 所有这些类似的黑科技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地用在培训里面 但是李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你说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下课 小鱼 吃饭了 哎 来了 走 我们去安福酒店 我这里一共好多洞房 有600块钱 哎 李老师 我们快吃饭吧 哦 好 这次来探访贵安培中心 你给我们打几分呢 如果五颗星是马分的话 不要为这里打上100颗星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到实地来打卡 那我们今天的参观就到此结束了 李老师送送我呗 当然了 欢迎下次再来 一言为定 也ding 肩出来 by bwd6 肩膀 在一起